周鑫正牧师他们也办了一个学校 我还去参观过 他叫佐雅国际学院 另外一种蛮popular叫古典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也是一家增长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很多选项 像我知道基督弗洛之家有开始这个Virtual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idea 我们本来想做的 就是在Academy这边呢 你可以有一个Virtual School 然后呢教会可以让它集中在一起 大家有一起有属灵上的支持帮助 这是一个教会办学非常容易的 你今天你说要登记成立一个基督教学校 很难被批准的 就像我们在纽约 你说你要按照圣经这个很难 而且你还要去门槛很高 但是你这样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学校了 我鼓励大家 你如果看到很多方式 最后重建一个社群 宗教信仰就像一种语言 你只能在社群中学习 如果家庭的社群开始瓦解了 下一代信仰就很难传 这就是问题所在的 像我刚讲的 你没有一个community space 所以呢 我们不得选择 果乱迈向真正缓文化的基督教生活方式 否则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的孩子 将注定会被同化 因为世界压力是怎么大 而且世界知道 They want to get your kids 所以呢 这个作者呢 The Benedict Abbey 他说呢 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远离世界 来保留这个文化 Again 不是佛的知识远离 而且能够之后来影响 我去的记者是有一个 Thomas那个基督教学校的一个 已经在读大学 就在做我们的翻译 我忽然忽然给神威哥很大的感动 哇 你只要十年的时间吧 你好好栽培 十年以后你就有病了 如果杨长老没有在那个地方 办理这个学校就不会有一个孩子 在那里做我们的翻译 而且他是很尽情的基督徒 所以不要想说 这个很困难很长 孩子一下就长大了 只要我们好好现在看到数一数 你现在教会有多少学年前的孩子 数一下重点培养 十年以后 这个教会就不一样了 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只是愿不愿负上那个代价 所以啊 这个其实这个也是Chall Coulson说的 我看后面没有这个 OK 哦对对对 所以呢 My belief是希望能够看到 教会家庭的教育是一个三股合成 不一致这段的 变成一个community 因为在家教育的很多家庭呢 是被归为异类的在教会里面 全心里不同的看见 他提到这本书叫 爱尔兰人如何拯救文明啊 从罗马人往到中世纪欧洲的这样的故事 他说当罗马帝国被野蛮人打败的时候呢 当时候罗马是世界的基督教的首都啊 他一灭掉以后 基督徒都以为说世界末日大 不是吗 没了没完了 但是呢 那时候奥古斯丁就写了上帝之城 就来鼓励基督徒 还有一个 罗马只是地上的城 但是还有一个故事就是 很多那时候 罗马被蛮族侵略以后呢 很多基督徒呢 就带着圣经跟很多西方文明呢 就逃离的罗马 到了爱尔兰的这些小岛上面去 你看这个小岛就是在旁边而已 然后呢 是住在这种地方 他们在那里面做什么 抄写圣经 抄写西方的文明的经典 把西方的文明保留下来 所以在那几百年当中呢 几乎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这些 这些commentary都是 这些爱尔兰的这些修道士所写的 然后呢 他们不是只在那里 躲着自己好玩 他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将近一百年西方基督教依附于 像这样的地方形成下来 OK 然后呢 他们在fan out 去把信仰传到欧洲大陆 因为保留了一批的渔民 而且这些修道士呢 这些修道士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 opening 我们的信仰 可以来改变这个文明 这些文明的 没有影响公共教育机构的机会 同时也有创建基督徒的教育中心 而这一切努力将向中古世纪的修道业 成为文化更新的源头 所以picture is 当你今天在做在家教育的时候 你就好像在保留这个文明 我甚至相信外面这些会过去的 因为这些敌对神的文化思想 没办法长久的 问题是 我们的下一代 是会在那种要过去的文化里面 还是在新的一个神的文化里面保留下来 然后他们长大以后 能够来承接新的使命 This is my mission 我们这一代 其实你说还要做多少呢 啊 让我们把精神精力放在下一代 我们就有 至少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 还可以打一场仗 好 我的分享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有提问的时间 在场的或者说是 我们在线上的丁度 大家可以打个多数学学字 在后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计算 大家可以打个多数学学学学字 我们现在有很多数学学圈的 然后我们再次调整个功能 我现在有很多很重要 好的問題,其實我們本來教會也托付我跟我妻子要辦一個基督教學校 我們去參觀了很多古典教育的學校,我們本來都要啟動了 因為校舍一些問題,然後又遇到了疫情 那我其實就說,很多家長看到我們學校教的還OK 就說,啊,這牧師啊,我們把孩子送到你這裡來好了,好不好 我說,其實呢,我如果有能力,我希望把所有的孩子都帶過來教 不是給教會教,我們必須要有這個想法 對不對,為什麼要給世界,我們不單要教自己的孩子,也要教這些外邦人的孩子 但是就是說呢,你跟你的孩子的關係就沒有了,就失去了 我剛剛講的那些祝福啊,就只有我得到你得不到 OK,那是差別的 OK,我還賺到學費 好,所以呢,我真的就是說呢,如果你有可能,真的我會第一個鼓勵你優先能夠做Homeschooling 因為你可以第一手藏到主恩的滋味,當然你是要付上一些代價的 那其實呢,很多時候付上那個代價 就是恩典祝福的開始 很多時候我們說,聽了神講那麼多,我們得不到,因為我們不願改變 當然很多時候就會說,那媽媽要在家 呀,是的,你願意 你願意嗎 那其實呢,我可以找到很多在家教會的媽媽都是學霸的 我們這個同工團隊很多都是學霸的,他們都做這個見證 That will be the blessing 所以,我不是用律法主義來講這些 我只希望說,讓你看到神的設計的法則 你願意去做帳戶座頭,能夠來提供這個治癒 然後媽媽來幫補這些,你會發現這神設計的法則出來以後 What a beautiful picture 所以呢,希望你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beautiful picture 能夠去看這些女性的副主 常常說呢,哦,這個要花很多代價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說,你花了多少代價搬到好的學區 為了搬到好的學區,你要雙子去工作 難道你不付上這個代價嗎 而且很多時候,你付了這些,你有得到那個成果嗎 對不對,每個人都在付上代價啦 這是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那個你就會 聖經不是說嗎,你看到那個財寶福音的 你就會變賣所有的,我也要得到那個 好,OK 所以我希望說,我講這些能夠鼓勵你 我看到這些,你願意 而且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很多見證人 云彩都跟你 我們每次辦這些線上講歌 我都會找一些來做見證的 你可以,就是說,一起來搶足的滋味 萬一萬一真的不行,OK 教育學,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我做牧師,我把很多trouble kids送到基督教學校 因為在公立學校待不下去很多麻煩 那就會來找牧師,那我怎麼辦 好,我把你介紹到公立學校,讓你到基督教學校去 所以你要知道,到基督教學校的很多事 不得步到那裡去了,OK 當然我感謝有這些基督教學校 就有一個孩子,他真的在公立學校 待不下去了,去以後 一開始也在教育學校出了很多問題 我還要出面去把它保啊去弄弄 後來是第一名畢業,OK 感謝,但是所以我們要感謝還是很多基督徒 願意投身在基督教學校,薪水很低 但是我就說,you看到這個,you can do it 好吧 好,很實際,我們最近常常都在談這些問題 當然,如果現在還小的,越早越好 好,世界上的人也知道 美國的紐約現在他要 Universal Pre-K,免費的從三歲開始 所以這個,我們都比世界,世界上聰明多 他要get you,越小越好 好,所以第一個,越小越好 第二個,never too late 但是呢,你就要有神了更多的恩典和言明了 好,很多時候會父親看到,母親沒看到 母親看到,孩子沒看到 OK,所以你就剛剛要好好禱告 你怎麼,先看到那個,你就要怎麼樣把這個意向能夠傳遞出去 能夠影響 好,所以你就要跟神禱告 孩子大了,不是說你要拉回來就拉回來 但是也有這樣的,但是就是說 那個從小已經父親有那個權柄 但是我們知道早就失去了 早上我也提過了 所以呢, nothing is too late 但是重點是說,你在不同的時間點 你要看有智慧怎麼樣去做到 那常常呢,我會鼓勵這些呢 暑假是一個很好實習的機會 對不對 大家暑假都空著嘛 其實呢,最近我們常常說 暑假,其實我以後我想說 能夠開一個這樣示範的啦 特別暑假啊,大家孩子都要摸在家裡 其實,學習不是只有把作業拿到家裡 像剛剛講過了,你帶他們去動物園 你就可以回來做個報告,就可以去 你這學習就很好玩,你到植物園 你到那什麼博物館 OK,這就是這種學習 所以,這是我們在東方,我們在台灣成長 我們學習都是,不會寫報告,就是考試而已嘛 哇,我每次看我孩子 他們學完就是一個presentation 然後present給我看 哇,我也想學 OK 所以神祝福你,如果這樣看見的話 求神帶你有智慧 怎麼樣讓全家能夠一起來做 再補充一下,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 去公校,同學教會再提供一些 博求的東西,來補充 我剛剛已經都講過了,我就要補充 OK,剛剛我講到 你如果知道公校那些事情 但是我知道,還是很容易看見 我還是盡我所能再做 OK,所以呢 Do you see that? Up to you OK 我也沒有放棄這些公校的孩子 我也是一直在做 但是我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姐妹都上來做見證了 我就不用再重複這些事情 我真的就是說呢 還是一句話 神用公校這些問題 只是給我們更多 這個incentive去選擇他給我們的 所以呢 我是希望用這個來看 很多時候大家說 如果今天是誰當總統 又可以有開始的 在學習有禱告 有讀聖經 那我們就好像很放心了 不要那麼天真 不是formality而已 今天很多就是教會 就變成一個形式上 以為公立學會有禱告有聖經 那就是holy ground 那你就放心了嗎 好 所以 Yeah OK 還有沒有 OK 在網站上有很多的 在chat上 OK 第一個 有些單親的人 無法代家教育 要上班 OK Yeah 這個呢 這個是教會可以來幫忙的 當然也有一些單親的家庭 也有在做家庭 美國也有這種事情 但我知道是比較困難 OK 所以呢 就是為什麼教會要做的 這個virtual school 是個很好的 可以幫助單親的家庭 做的事情 教會還是要幫助那些有需要的 所以 那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就是virtual school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幫到這些單親的家庭 而且我是真的覺得 昨天不是說提到 你是單身的 你是主父母的 你就好像 對搶救下一代 好像你能做什麼 That's what you can do 你是單親的 那些有需要的 你就來這個virtual school幫忙 對不對 你要煮菜給這些小朋友 幫 這就是一個community 所以 不要只是讓那些 父母們 又要工作 又要來帶孩子 讓整個教會 來幫助做這些事情 其實呢 我更有一個radical 那時候我們本來就想說 教會能夠幫助這些 金錢上 能夠幫助做 做在家教育的 為什麼不? 他們是在 如果說這是在為神國訓練軍隊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支持他們呢? 對 OK 所以呢 或許 當然我們知道很多細節 你怎麼知道 至少說 其實在家教會花 不需要很多錢 但是我知道說有一些家庭 真的有這些需要 其實那是你有看見的 我們 我認識一個家庭 他爸爸只是開Uber的 但是他們知道重要性 媽媽就留在家裡 那他孩子是上 基督教的實體學校 但是這樣媽媽也是跟著 他也看到這個家庭的重要性 所以是 What you see 重要的 OK 好吧 第二是說 在家教育要避免什麼彎路或錯路 可比失敗的例子嗎? OK 當然什麼都有 我想 我一直要鼓勵這些在家教育 你不要以為說 你就 給自己很多的壓力 好像說我在家教育的 我的孩子就完美 還要秀給別人看 你看 絕對不要有這家的壓力 OK 我們也是罪人 好 而且呢 不要活在別人的這個眼光壓力下 你看 喔你們在家教育 也是孩子也是這樣子 不聽話 我們很容易就會這樣子 或是說 你看我們在家教育孩子都乖 對不對 這些都是我們要去避免的 好 其實呢 enjoy這個learning process 每個人都在一個成長的過程裡面 所以呢 我覺得也希望就是說呢 教會 不要對這些在家教育的人 有另外一個眼光看到 其實是要更多支持他們 好 其實 公益學校也是這樣 讓我們 成為一個community 能夠 幫助支持我們的下一代 有一個更好的環境 我那時候呢 我就說在教會呢 是Holy Ground No Video Game Why 不是只有說在講道的時候 只要你進入教會 Property Anything This is Holy Ground 你的家裡怎麼樣 我訪不到 但是說你只要來到這裡呢 就是Holy Ground No Video Game 那我就說 我把天上地下的全民示給每一個人 你只要看到有孩子的VDOK 你就可以制止他 That would be the community Right 很多時候因為 孩子說 你叫我過來 別人都在玩 別人都在那裡玩 那大人沒有一個人敢管 是不是這樣 然後呢 我們 就亂套了 沒有人敢管 父母大人在那邊唱詩敬拜 孩子 一天在那裡玩VDOK Do you see something wrong? 我就說為什麼 Nobody see something wrong? 所以呢 我就說Holy Ground 就是說 不管為什麼 大家都能夠來同樣一個方向來改變的時候 他們進來就會不一樣 OK 還有一個很長的問題 我問後來是一下 就是想要問正牧師的問題 明白正牧師作為吹靠者 靠招基督徒家庭在家教育兒女為生活保存著有信仰的一代 如果長遠看一直Homeschooling 大學怎麼辦呢 像基督教大學成為牧師 就是Quashmark 進入在哪裡呢 Quashmark 有沒有在Homeschooling之外還可以行動的呢 基督徒教會有可能在改變的一個教育體系有作為嗎 沒有這個社會責任 哦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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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我不想被Label說 正牧師只是專門做在家教育的 OK 雖然這是我一個很重要的事工 我們過去開了 我們叫世界觀1.0 這是主要用Chuck Olsen的 後來呢我們就成為 同學還要繼續上 我會上2.0 然後就長到7.3策略 那7.3就是這個宗教教育家庭 這個政府娛樂什麼 然後我就把 你對來上課的同學 你對教育有興趣的就成立一個教育群 就教那個群 你對這個藝術媒體有興趣就成立一個藝術媒體 哇 這個教育群他們就準備成立大學 因為裡面有很多大學教授在參加裡面 我開那個其實是發現說 我們不要只是看 我明天還會再講 就說不要只是看到世界多壞多壞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怨天游人 咒子 太多我們可以做的事情了 你就忽然間生活實在是很起勁 哇他們真的在準備籌辦基督教大學 OK 那你在媒體的 你就可以在媒體上怎麼大家一起去 製造一些好的媒體 能夠來影響改變 你在商界的 在商界的很多我們都在講 孔長老街 他是最 最 所以就是說呢 這是基督徒起來的時候啊 太多這個領域 因為我們都放棄手了 所以讓敵人佔領了 然後我們就收看 其實呢 你看看 一醒過來你說這些領域都是我們可以去攻佔的 聖佛塞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我是實際上說我這次最好提供大家一個 一個這樣的一個平台 我們上完課以後有個同學說 聖佛塞你能不能成一個七三坊 哇 這個領域你都可以來攻下來的 所以呢 這是我們基督徒興起的時候 你想到這樣其實 你沒有離開 趕快把那些退休的趕快招回來 哇 太多事情可以做了 好 所以 那個 為什麼我們今天都會來美國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搬去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 為什麼 因為這裡原來是美國 幾乎要信仰立國的國家 有這樣的一個 土壤 但今天這個已經失去了 今天我們如果坐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不能重新 做到這樣的一個環境 讓我們的下一代 讓人又更願意回來來到美國呢 很多人在疫情以後 這個選情 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說 來錯美國了 啊 早知道就不來了 好像美國欠他一樣 我們以為人家這裡就是 你對這個國家地圖 你有責任嗎 這是我們負起這個責任的時候 甚至我們要為 美國邦地的白人傳福音 到歐洲去傳福音 這些都是 以前傳福音給我們的 為什麼現在不回去傳福音給他們 好 這樣不曉得 有回答這樣的問題嗎 在基督大學成為牧師 我不知道認識什麼 信徒在哪裡 這個我就不太記得 就是說很多行動的老號 不是說只有詹加礁 而且詹加礁也是未來培養一些新的 就是生活軍隊能夠去影響這些人 不是只說自己關在這個 有一個 其實HSLDA呢 他們就成立一個學校 叫Patrick Henry College 就在DC外圍 現在只有三百個 二十年了 只有三百個孩子 同學生 他們就是要訓練神國的精兵 他們的這個major的都是 government generalist 都是這些 要進入到政治的 所以他們的這些學生呢 都是在白宮做intern的 就是要培養新的軍隊 去影響這些的 所以這個就是 他大部分都是 home schooler去那個學校的 所以 今天很多基督教大學其實已經淪陷了 讓我們把這些資源 其實我說華人資源那麼多的 能夠真的是可以很好來做的 問題是你用什麼樣的世界觀 好吧 好多書啊 我想會有上傳那個視頻吧 對不對 你看視頻的時候 你就再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好多書 我怎麼 就是Chuck Olsen那本書啊 因為我講了很多 我不曉得你現在要我一下講哪一個 哇 你看著再重新看視頻 你就可以看到 好 好 那這就是這樣子 好 問 可以問個問題嗎 請 那個 這幾天的powerpoint 有辦法拿到給我們嗎 那個powerpoint OK 基本上我powerpoint是比較不給的啦 希望你們多做點功課 我會給牧師教會這些 但是我想還是先保留一下 你們可以看視頻啊 可以說什麼 如果說你要在教會宣講什麼時候 你可以email給我 我們另外說好不好 我就 平常我是不是把powerpoint 就這樣殺給大家 好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我們再次謝謝 謝謝 陳老師 如果我們知道 這是毒奶粉 我們一定不會讓我們孩子吃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地區被污染 我們一定不會讓我們孩子去 如果我們知道在學校裡面 甚至有covid的case 我們一定不會讓我們孩子上學 但現在從屬林的角度來看 剛才我們聽完這一切 知道在公立學校會有毒奶粉 有這個環境的污染 甚至有covid-19的case 然後呢 我們仍然讓孩子去 大家覺得怎樣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這次我們有這個榮幸 邀請政務師來到我們的當中 現場跟我們講 雖然我們都可以在線上面 大家可以有些的討論交流 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想要做一個宣告 在南加州這塊地圖上面 有教會 是願意跟政務師的缺號者的事工連結的 因為我們看見這個的事工太重要 而且我們每一個教會都有這個的責任 但如果我們教會界 只是看兒童事工 青少年事工 是配合大人事工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我們的下一代 最後我們會流失他們 但當我們看見這個的兒童事工 青少年事工 是結合跟這個大人的事工 家庭的事工 是連結一起的 華人教會才有前途 不會失去我們的下一代 反而要得到下一代 成為未來的領袖 大家可以在視頻裡面看見有我們的二維碼 這是我們的委身 很樂意支持 最好者的事工 其實我們這次辦 這個特會是沒有經費 但是神放在我們心中 仍然要辦 因為我知道 這是一個最好牧養我們會中的機會 招救到我們的家庭 招救到我們的下一代 你知道嗎 我們三分之二的一個大人 三分之二的歲月 你快樂與否 決定在你的孩子聽不聽話 他們的學業 他們的事業 他們的婚姻 還有晚年的時候 我們晚年的時候 孩子壯年了 或者說中年了 怎麼對待我們 是嗎 所以今天教會的事奉 絕對不能夠只有給一代 如果我們真的要做全人的事奉的話 我們一定要照顧到 我們這一代的下一代 因為這就是三分之二的 我們的未來是否快樂 決定在此 所以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我們是非常看重兒童 跟一個青少年的事工 跟大人的事工一樣的重要 我很希望這個視頻 尤其是今天早上的兩個 兩個兩場 跟今天晚上這場 能夠放到每一個的少組 周圍我們未來幾個禮拜的少組 要觀看的材料 還有討論的資料 這是太重要的一個訊息 那這個視頻也會放在線上 我覺得我們應該祝福中教會 因為我們沒有場 當我們南加州的教會集合在一起 我們才能夠產生影響力 我們分散 哪怕一個教會有兩三個人做家庭在家照遇 非常孤單 我們的孩子也覺得沒有辦法走下去 所以我鼓勵大家 能夠在財務上面 我們有二維碼 大家可以搜一下 風險 你都寫到VUH裡面 在我們的頻道 一般的風險 那我們會分出來 我們要祝福支持 到這麼好的缺耗者的事工 第二 看看同工可以幫我放一下 明天 除了政府室在我們當中 有主日信息以外 在十點半 主日信息之後 還有個總結 還有問題回答 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們會有七點半到八點半 還是用Zoom number Password也一樣 那我跟我們教會的Coleed Pastor 我們在英文的Pastor Dennis 那我們一起會介紹一下 如何有用線上的基督教學院的課程 來幫助我們講英語 對於如果覺得講英語 或者說是對於美國文化不熟悉的家長 但是又有這個想法 想要做Homeschooling 在家教育的 我們會有這個特別的說明會 希望能夠提供給大家的一個幫助 這是在學業上面 學術方面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學校 在線上專門來的幫助我們 從幼稚園到十二年級 那如果有什麼的問題的話 我們也希望當時在場有些的回答 另外我們有一位家長 已經做了Homeschooling很多年的 也可以在線上跟我們有些實際的 現場的精密的分享 那困難一定會有 但是呢 感謝主 耶穌基督既然是拯救我們的救主 祂也一定會能夠在想要做在家教育的家長們 提供救法方法出爐 這個出爐是 教會一定要支持這些的家庭 所以我們集合教會的力量 還有眾教會附近的 如果多做在家教育的 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有辦法 所以我們到時會再講 鼓勵大家來上線 七點半到八點半 好 那在結束的時候 今天 現在是 我們的時間好像強了一點點 不過其實 Pastor Lenny都很準時 時間控制得非常好 但我剛剛坐在那邊 我有個感覺 我相信我們今天晚上 大家聽完這些信息 一定會心中有很多的衝擊跟感動 我有一個想法 能不能夠我們有一點 你可以下線 如果你忙的話 但是能夠的 我們可以有個break out loop 大概四個人一個主 也許彼此不認識 但是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裡面 我們共同聽完這個信息 有個使命 我們要祷告 用祷告結束今天晚上的這個掌席 我們又未到我們下一代的苦求 但是未到我們這一代 我們可能有些失職 有些不夠警惕 來保護我們的孩子 或是說帶領我們的孩子 以及我們有些遺憾 將他化成禱告 那也許我們的孩子已經長大了 但是未到其他人的孩子禱告 神可以悅難我們這樣子一個的心 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 那是為了神託付給其他人的產業 我們還是有這個 做一個基督的身體 一起來禱告 所以好不好我們就有個break out room 那四個人一起 如果你時間忙 你要殺陷 沒有關係 但是我真的是鼓勵大家 聽完這麼重要的信息 我們真的要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哭求神 主要設立我們這一代 但是我們也要祷告神 應做聖靈的工作 我們大勇盼望 我們有這個責任來搶救下一代 不管你喜不習慣這個名詞 但是我相信 這就是神放在我們當中的護照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晚上 你還待在線上 今天晚上 你聽見幾個信息 那在現場的 我們又有分成 大概四個人一個小組 那我們一起來做些禱告 不要長 十分鐘就好了 四個人 十分鐘就好了 好嗎 那我一起講 我們就一起講 我是我的祖母 等一會兒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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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everybody 你好 你好 Davey 是嗎 是 Julia 是嗎? 是的 請問你們介紹一下 我是胡樂之家的Christine 不好意思我怎麼沒看哪一個 我是看這個 我沒有 我沒有 我的代表是DAI 沒看到他打開視頻 對沒看到他 大家好 要不要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住在洛杉磯的South Barcelona 我們在聖加谷羅省教會 就是在洛杉磯的羅省教會